推动社区农创勒林共荣计划苗栗县头粪市今年是只办十大伴手礼的选拔活动 经过网络的票选在办理现场的评选评分 德温最高的前十名伴手礼出路了 在头粪市山下里个人甜点工作室的水果塔是拿下了金奖第一名 散发新鲜水果香甜气息的水果塔 荣登头粪市公所十大伴手礼选拔活动第一名人气最旺 返向青年杨凯奇以个人工作室创业 用苗栗县新鲜水果做食材获得好评 我们的品牌经营了四年 那我们都是生根头粪 在头粪做网络工作室这样 那我们主要都是做水果塔系列的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住在这里 所以也希望可以把一些甜点这样 头粪的年轻人家庭 他们有一些迷越需求生日需求生日需求 都会有这些我们的甜点可以享用 甜点吸引人拿下饮奖的也是点心 有未来田疗社区推出的金砖酥 以在地洛神花揉制特色内馅清甜爽口 另外河贝庄农员则以有机农业产制的白米糙米 再搭上长辈手工豆腐乳组成的 异度粥稻礼盒拿下铜奖 我们河贝有种很多的稻米 那水質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这稻米可以煮成粥 然后就跟这个一度的那个煮船的这个粥 把它做一个联想 然后再结合我们那个社区的妈妈做了一个 手做的那个传统的豆腐乳 那在早上的时候煮一碗青粥 然后配一点豆腐乳 然后呢这样子轻轻淡淡的 然后就可以展开一个美好的一天 入选伴手礼展现头份在地创意与文化 透过社区营造 施工所共举办了180场次的工坊活动 鼓励居民规划设计伴手礼品 未来工所将积极宣传 为产业寻找新的机会点 给他们一个十大伴手礼的贴纸 那他们可以贴在他们的礼盒上 然后后续的话 当然在工所的活动的部分 也会邀请他们看他们要不要来摆摊 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他们的产品 那在现在我们也在研究了 就是说这个十大伴手礼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组合成一个礼盒包 透过伴手礼选拔 参赛选手也欣喜扩展一夜结盟机会 促进社区的凝聚力 把头份的故事与文化传递给更多人 感谢您的观看